让领导爽死的聊天话术 家人 面对领导话大语 该如何高情商回复 这个世界有两种人 一种是心甜后苦 二是心苦后甜 如今就看你选哪一种了 直接跪下 抱着领导的腿哭着说 皇后娘娘 我求你了 别给我嫁祸了 过难祖家一分 皇后娘娘多虑了 臣妾甜得很 皇后娘娘若不幸 大可尝一尝 一度乱回祖家一分 您说的是 我也一直想多学习 多进步 但我会用最高效率 完成属于自己的工作 不让自己吃 没有意义的苦 学到了 还有什么和领导聊天的技巧分享吗 比如 领导问你在吗 你怎么回答 老的 找我什么事 你先说啥事 我在说我在不在 不 你们应该说 在的 领导 你有什么安排吗 那比如 领导问你兴趣爱好 你怎么回答 睡觉 吃饭 看小说 不 你应该说 冥想 美食 文学 会平时怎么学会这些话术的 谢谢 你收藏 谢谢 你收藏 谢谢 你收藏 极飞撤回了一条消息 不对 我为什么要让他爽 极飞娘娘是有点缺心眼在身上的 不 应该叫 顿感力 谢谢 感觉被夸了 恩公今日心情好 赏你一件好东西 多谢娘娘 娘娘就是大方 除了每月足够的薪水 还有这么多惊喜 你们呢 皇后每月给你们多少薪水啊 这 问心无愧 什么意思 应该是说皇后给的薪水 让我们得到了满足 没有对不起自己的地方 问心无愧到底什么意思 别人一问我薪水 我就崩溃 简称 问心无愧 假如果军王有粉丝群 见了个果军王粉丝群 欢迎情敌们加入 欢迎情敌们进群 小夏子也是王爷粉丝吗 是啊 在遇前伺候经常看到王爷 不知不觉就粉上了 说明王爷的人格魅力满分 情敌们 十七爷最新生徒分享 不愧是十七爷 这么糊的生徒颜值都能打 牛奶皮肤果子梨 就是旁边的素人有点爱意 那可是当今皇上 这 切身誓言了 没关系 这群里的内容皇上又看不到 听说皇上之前 还到过十七爷的号 是啊 我就是看不惯皇上一天到晚 蹭十七爷热度的样子 话说这群里只有我哥他俩的CP吗 你真是饿了 一个月后 情敌们 这几天一直不好意思说 其实我有点脱粉十七爷了 能问一下原因吗 首先 他眼里没活 不帮甄嬛洗衣服 在那打水漂 还有 为什么不直接把甄嬛扔雪地里 皇上 麻烦上大好说话 糟糕 被发现了 这都能发现呀 谁让皇上是宫里唯一一个王爷黑粉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小沙子退出了群聊 见了个果君王黑粉群 欢迎志同道合的你加入 温石出通过扫描二维码加入了群聊 紫禁城的打工人好拽 听纪律委员竟非汇报 这几天开早会 你们一昆宫战队 一直在睡觉 因为每天早上只想翻个身 就被宋志叫起床 爷爷你醒了 那曹贵人又是怎么回事 曹贵人每天睡着了 还要被喊起来喝安神汤 小手醒醒 奴婢太医开的安神药 又让你变 唉 你们一昆宫战队的宫女 如此张狂 定是主资 管教不严 你们岁宇宣战队 也美好的买曲 小椅子真好看 皇上不要跑题 哦 所以这图有什么问题吗 后面的宫女上班摸鱼 打哈欠 这算什么 复查贵人的宫女 都敢偷本宫亲手做的衣服穿 要说紫禁城最拽的打工人 还得是他们 小椅子真好看 皇上撤回了一条消息 不错 这次是 我有拽妃的风范 风答应 好好地纪律整改大会 被皇上搞成选秀女大赛了 奴婢也很拽 皇上可喜欢 吓死 后面两个侍女特别像在坐地铁 想看更多搞笑视频 神仙配音 还在等什么 关注怀秀邦吧 下期再见